大家好,对于一名独立思考的读书人而言,有时候说几句权势之人的好话,也是需要勇气的,会引起另一批人的漫漫。 事实上,这些年有句话比较有价值,可以做一些宽泛的解释,并有助于理解我们当下的困境。 这句话就是人们曾经很熟悉的邓小平之语,要警惕诱,但主要是防止做。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借助于这句话讨论当下的政治现实,而是陈述人性论的一个偏好现象。 事实上,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处在左倾的状态,表现为对乌托邦理想国的不假思索的热爱,一种自我想象的优美的理想主义。 有趣的是,我们发现读书越多的人越容易迷上这种理想主义,正是这种缺乏悲剧精神的理想主义,让这个世界充满苦难。 相比之下,一个人处在真正异议的右倾状态,则需要后期的观念秩序的重构与行为习惯的训练,这个世界上真正让自己进入右倾状态的人非常少。 在西方社会,右派,保守派,通常都不是主流,而且非常不醒目,无法成为明星,因为保守派势力主要表现为一种人们不易察觉的民情秩序,分散在社会的基础单元里,表现为一种乡镇精神,而不是表现为国家的意识形态。 但正是这种保守主义的民情秩序和乡镇精神,当国家被左派搞得乱七八糟的时代,保守的右派就会靠着民情秩序的力量站出来开放式纠错。 正是这种开放式纠错力量的存在,西方社会才会表现为一个最不坏的社会,不至于变成几千年一尘不变的垃圾场。 回到华人的语境,在我们这样一个一开始就建构了大同理想,治国凭天下习惯性观念秩序的文化语境之中,几乎没有人成为真正的右派,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。 因为真正的右派需要保守一种终极的立场,为此进入保守或者是永不放弃的状态。 对于每个华人而言,什么才是终极的立场,什么是真理,什么是天道,什么是上帝话语启示,从来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答案。 这种真理的稀缺现状,导致了我们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右派。 最近一二百年以来,华人社会出现了少数一些热爱自由与平等的人,他们本着学习的精神,开始以一种现代性的视角,追求西方意义上的左倾的自由主义立场。 这种人有时候被我们称之为改革派,有时候则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,所以必须形成一个基本的判断。 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学习西方人的思想,但主要是学习西方人的左倾思想。 对于西方人的右倾思想,我们基本上无感,漠视,无法理解,当然也学不会。 实话是说,即使这样一群尾随西方左倾自由主义后面的中国人,在我们的环境里也非常稀少,一旦出现,就会遭遇打压。 中国社会打压他们的原因,是认为他们太右派了。 这是我们的历史隔一段时间就会反右的原因,事实上这些人不是右派,而是学习意义上的左派。 理解这样的现状之后,我们就能知道,那些通常我们视为左派和极左派的中国人,事实上还处在野蛮派的位置。 他们的观念秩序和行为方式,还没有发展到需要用左右之分来讨论的程度,因此应该把这些人的位置描述为流氓派。 比如毛泽东习近平这样的人,主要特征就是流氓。 我想这才是中国这个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简单的错误之中,始终得不到开放式纠错的主要原因。 因为流氓派最大的特点是无法讨论真实的问题,不讲道理,奉行暴力革命,相信拳头和枪杆子的力量。 历史涌现的意义上,春秋之后中国社会2000年的历史,基本上就是流氓无恶不作的历史。 简单罗列一下中国真实的社会结构,右派,保守派,基本处在完全稀缺的状态,原因在于人们找不到保守主义的终极对象,人们像一群瞎子一样在这个时代自我摸索,一会拜祖宗,一会拜马门,钱,一会崇拜自由,一会崇拜权力,凡此种种不以而足,从未知道真理是什么,上帝的话语是什么。 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真实意义上的右派,左派,公共知识分子,与西方社会的左倾自由主义同构,主要是沿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罗尔斯正义理论。 野蛮流氓派,大多数中国人,主要表现为有乃就是娘,对现代社会价值谱系完全无知,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寒打海沙的仇恨心态,行为方式则是奉行动物世界的弱肉强势原则。 有兴趣的人可以分析一下自己,看你属于哪一派。 理解了上述辩析,我们就能理解警惕又,主要防止左的邓小平观点,事实上具有一定的观察深度,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性的错误倾向。 正是这一点,当邓的一些看上去简单的话语,表述成为公共政策的导向,这个国家的苦命多灾的民众,终于过上了几年看上去还不错的日子。 可谈这种看上去还不错的好日子,似乎就要结束了。 相比之下,美国的情况和我们很不一样。 在美国,右倾保守派主要表现为一种民情秩序,这种民情秩序会把川普这样毫无政治经验的商人选为总统。 我说过这样的话,很有可能我们这一生看到的最大神迹,就是美国人竟然选了川普这样一个政治素人,一个看上去没有任何道德光环和知识光环的人做总统。 在美国,左倾公之派主要表现为明星效应,类似于奥巴马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明星,很多人拜倒在奥巴马的皮鞋之下,人们一起推广他们的乌托邦理想主义,不把美国折腾到毁灭的边缘,不会把羞。 所以在美国,右倾保守派和左倾明星派基本上旗鼓相当,两种势力一直在厮杀。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,所谓风水轮流转,美国这个国家好不到哪里去,但也坏不到哪里去。 那么,由rä君和 seguinte。 在美国在问sal地方, 未然没有什么事情。